欢迎订阅周二陶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你 你 你 中了明星仔今儿你力死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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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何鱼 你就放心加班吧 我一个人吃风沙可以的 嗯 明天要跟你上见 放开我 夏树山 不要 我 秦兽 宋航晚 居然在婚礼前 背着和爷哥偷男人 你完了 陆总 神呐 临近腰子就差二寸 你不用还生汗气的 医生都说了 您这肾没毛病 哎 哎 您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 我记得我一路被人追杀 后来逃到了一公公公公 在后 我的事情一生 医生说了 可能是要不然 也让您失去的记忆 而且那天晚上的江户 我们也认为损坏了 如果您真的想找到幕后凶手的话 得等您恢复记忆才行 您只不过找到黑客把镜头回复 对啊 有道理啊 我得安排 喂 妈 锦川啊 你宁阿姨丢失多年的女儿有消息了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得尽快地把航班找回来 你晚一天找到他 我都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妈 你放心 我跟弟弟们一定会把苏黄把接回来的 嗯 好 陆总 别来烦我 除了监控的事 嗯 下面的人说找到苏小姐 这不是昨晚那个男人带的玉佩吗 怎么在我这里 晚安 晚安 今天怎么一直混不守舍呢 你是不是太累了 没有啊 等我们婚礼结束 我就带你回家好好休息 啊 我该怎么说 我跟陌生男人强迫发生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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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还算是传 mains 我跟陌生男人 他说 你这个天哪 这个天哪 那也就是 这个天哪 当然 他跟一个男人进了房间 我本来想 他自己将人坦白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想欺骗大家 王安 王安这这都不是真的对吧 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这都铁证如山了 你再也不要鼓吼我儿子了 让你这种孤儿院的 没爹没妈没教养 不能娶 你休想家落家 你赶紧我滚 不是打了鱼 我是真心爱护鱼的 那天好像是一个亿万 你还敢大谎 你 你再也不要鼓吼我儿子 你背着我的儿子 跟别的男人上床 你死得败坏水性羊花 你这么是物质廉耻的女人 我儿子就不能娶 苏恒 你看着挺青春如海的 没想到你自己想玩的这么开啊 你假如你堆得起何鱼哥吧 何鱼你听我见识 你真的够了 我不想听你任何件事 何鱼哥你真难过 你还有我的啊 你看我看 你看到没有 你像文文这个好本千金 他对我儿子都痴心不改 像你这种 不守护导的女人 就不派嫁给我儿子 来人 给我把她赶出去 我冤那都不能这样 我一直是 赶出去 不是这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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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妳 I'll never die 陆总 这就是咱们要找的速航碗 赶紧去找一张 好 赶紧去找一张 摸啥呢 说事儿 今天确实是苏小姐的婚礼 不过南方合家以苏小姐婚前不检点为由 不但贵了婚还把她赶了出来 太可恶了 知道了 找两个人照顾她 算了 我看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啊 大少爷抢回来了个新娘子 若不认醒来了 这个 那个 还有那边那个 这些几十万的拖色呀都不要 其他的 都给我包起来了 哎好的 您真是好福气啊 三个儿子都是鸣鸣鸣凤 还多那么孝顺您 我这三个儿子呀 个个的不计女色 我除了花钱啊 也没别的事可干了 告诉宗里国际 想买下我电影的版权 先拿出十个亿的诚意 总责民了 多亏有歸手可以陆先生亲自操刀 我们以后才能被抢救过来 真是万分感谢 一折本分 不必客气 陆医生 明天啊 什么 我儿子抢了心想回家 走 带我回家 看儿媳妇 背车 回去见大嫂 等着 我马上回家 嗯 不可能啊 嗯 畜生 我以为你要和公司过一辈子了 没想到 给我这么大的惊喜啊 没想到 我大哥终于铁树开花了 那往后金海 就只剩我跟老三这个钻石王老五了 只有王老五 哪儿来的钻石啊 呃 等一下 你们是不是理解错了 他是咱们要找的苏杭碗 什么 是我的碗碗 妈 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他所在的孤儿院 他的出生年月 入院时间 还有身上的胎记 都跟宁阿姨的女儿一样 为了保险起见 明天我带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不用做了 他长得和你宁阿姨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肯定就是晚了 没错 咱们试试 试试啊 别怕别怕 这是金海陆家 他们三个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大儿子陆锦川带你回来的 谢谢陆先生 我是不是在这儿 躺了好久 打扰你了 我这就算 好孩子 你不用走 你是我的好友宁秋的女儿 他生前啊 托我找到你 带回来好好照顾 今后啊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好孩子 没搞错啊 你刚出生啊 就和父母分开了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分 你的母亲 当年怀着你 在去医院生产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后来 就把你给丢了 害我的父母 早就在车祸中丧生 我依旧是一个国 怎么会呢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干女儿 陆家就是你家 你就是陆家的小公主 我们呀 都是你的亲人 你再也不会无家可归了 是啊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小妹了 有什么事儿 二哥都会替你做主 大哥呀 那冰块里 二哥他不着调 放心有三哥在 肯定好好照顾你 小妹在 太好了 我也有家人了 管家 在 明天啊 让人把这房间 重新装修一下 不必要和宛宛的心意 还有啊 把市面上最新款的服装首饰 全都送过来 是太太 哎 哎 你们三个也别傻干着了 以后宛宛就是你妹妹了 没点表示啊 全球通用的黑卡 没有上线 随便忘了 就不用钱敷衍 走 呃 那 我就送小妹家公司吧 全金海排名第一的安保公司 以后所有的保镖你都可以随意掉下 就没有人敢欺负 活给小妹调养身体 保管你活到百岁了 笑了就好 以后啊 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来 啊 我们陆家呀 是金海首部 哎 家族人啊 都以徽章表明身份 你这三个哥哥呀 都有 明天我就叫他们做一个新的给你送过来 把人一看啊 就知道你是陆家人 还有 什么 房子呀 车子呀 反正是那些豪门前级有的呀 我们晚晚都得有 没想到这辈子 我还能拥有这么好的家人 谢谢阿姨 还叫阿姨呀 谢谢干妈 哎 果然女儿是最好的贴心小喵 哈哈 小妹 还有我们 谢谢达哥 谢谢二哥 谢谢三哥 哎 我在有生之年 才可以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妹妹 好了好了 妈妈呀也累了 你呀好好休息 我们先出去吧啊 妈 嗯 我还有些话要跟小妹说 那好吧 我们先走了 大哥跟你说啊 嗯 大哥 有什么事吗 我派人调查了 何家把你赶出来的那个 如果你想叫醒那晚的男人 我决心三尺也会把他找出来 他特意等到没人的时候跟我说 是在维护我的颜面吗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就让他过去吧 我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烦 你现在是陆家的人 你不必怕人麻烦 不想再跟那个人有牵扯了 好 我尊重你 你好好休息 陆总 大敦你怎么了 您这伤口刚才招了水 肯定是发炎了 我帮您叫医生 等等 大半夜的 你不想要全家睡觉了 那您就这么忍着呀 有药箱吗 我会一点医护知识 可以帮大哥吃药 药箱 有 我去拿 伤口站在纱布上了 可能会有一些疼 等一下 你放心吧 我怕 我下手轻一点还疼 你好像有人说 你睡觉了 我现在手轻一点还疼 你后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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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喝的热水了 接下来我要清理伤口了 我受伤的事家中都不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干妈他们 让他们担心的 好 你坐下休息 嗯 这辈子都不要再让我们遇到哪个感觉 完了快过来 娃娃呀 这个呀就是你的徽章 你们三个也把你们的徽章拿出来 让娃娃看看 小妹 这就证明我们陆家人身份的相对 以后还有那些不长眼的人 如果欺负你的话 你就亮着他来 在金海我们不变所有人 总会有人替你出钱 谢谢二哥 我看呀干脆开个宴会 向大家隆重介绍 我们陆家的小公主 妈 娃娃刚听听那么多事 身体也弱 我觉得还是先好好调养身体 再以最好的状态公开 哼 这和家人正欺负娃娃 我要让他们在金海无法立足 这件事啊就交给你们三个 不必要替娃娃出了这口恶气 红档 干妈 我不想麻烦你们 而且是我先对不住何家的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也是受害者呀 他们不关心你也就算了 羞辱你之后还要把你赶走 真是太可恨了 干妈 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更何况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了温暖的家呢 那些我都不想计较 我打算一会就会拦手乱拿回行李 就当是告别过去 哎大陆 你去机场不是要经过那吗 要不你送婉总过去 走吧 走吧 你跟他二哥三哥 那我们先走了 注意安全啊 嗯 帮你解安全带 没事 大哥 我到了 我先走 拿完东西赶紧回家 要是何佳在欺负你 想着给你二哥三哥打电话 好的 大哥 文文 文文 你去哪里了 我一直都在找你 你又不回家 你没事吧 我们已经吞吞了 我有没有事跟你没有关系 我妈那么做 全都是因为太在乎我了 文文 你也知道 你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妈生气也是很正常 不过你放心 我这么爱你 只要你听我的话 听我妈妈的话 你会很幸福的 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那都不重要了 文文 我知道你是个孤儿 没有安全感 我愿意给你一个依靠 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直接去领证吧 把生米煮成熟饭 这样我妈就不得不同意了 生米太合适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意外 我们早就是合法夫妻了 何悦我其实想告诉你 这几天我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结婚这么大的事 我还是想跟他们商量商量 你让我再想想 婉婉 原来你不是孤儿 那更好了 我更容易去说服我妈了 如果你不好说的话 我来给我妈妈说 喂 三哥 网完三哥吗 我是网完的男朋友 何玉 我们准备去领证了 二哥 你怎么没接小美电话 静音了 有什么事 她再去民政局的路上 马上就要结婚了 什么 对象是谁 她没告诉我 不过她既然能答应求婚 应该还不错 我们是小妹的娘家人 得给她撑场面 我这只给她准备嫁妆 那就 华国地段最好 单价千亿九十九十房产 数字极力要火腿 你呢 那我就给小妹准备一张 全球通行证 保管她走到哪 都能成为各国元首的座上宾 陆家乃至全球的豪门人脉 都能为她所用 啊 我在 大哥知道这事 陆总 不好了 暗中保护苏小姐的人说 她今天要跟那个什么 何鱼复婚 现在正在去民政局的路上了 让你联系医生 您今天跟北国大叔 有重要会议啊 表人接替我 过去 啊 班长不走 你联系三分的 签了字 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真的 要这么快结婚吗 我们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快签吧 嗯 等等 我五十千 哇 我 我 你 我 一辈子抬不放 不是的阿姨 您误会了 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你什么机会啊 给你机会让我我和何余哥受监池入 一辈子抬不起头吗 何余哥 我喜欢你 你跟我在一起吧 温温 是我主持人 主动找万万复合的 你 你 哎 妈 你这个不孝子 他不就是长了一个狐狸精人 他还有什么呀 妈 妈 他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孤儿 等他嫁进来 还不是随便您蹂躏 但是 他长得好看呀 他以后生的孩子 一定也好看 这文物呀 才是真正的天之交流 文家又有钱又有事 对你又是一心一意的 这 谁好谁坏 你不就一清二楚了 他们说 你不是叫生职了吧 这文家上头有人 你娶了文文呀 你就一步冲天了 就凭你的身世 地位 能力 财力 你哪一个能跟人文文相比呀 你又勾打男人 毁坏名声 你这种破鞋 不配嫁给我们何家 哎呦 你什么你呀 你婚前偷人 你活该被退婚 你就是连一个二婚都不如的破鞋 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何宇 你妈妈是不是太过分了 文文 我妈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哎妈 你别这样 何宇哥 伯伯又没说错 你看他苏恒乱 那个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 如果嫁给你的人是我 我一定会陪嫁三道别墅 两辆豪车 万家公司的三种馆饭 我先让文文 文文他 苏恒乱 你看你这穷酸样 你这一身的地摊货 你就连文家的一个零头 你都拿不出来吧 谁说晚晚拿不出 华国地段最好 单价千亿九十九处皇产 说给网上的仗 啊 哥哥来说 谢谢二哥 这娘不是怪吗 这娘家人一出手 尊子九十九套皇产 看来 这女孩也没有他不过说的那么穷了 约约 这个是我二哥陆学峰 怎么可能 你们两个姓氏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是兄妹啊 小妹 何以让你受惊委屈 你怎么还要这样 哼 像他这种不清不白的破鞋 他还死屁赖烈地霸着我们何家 还有九十九套皇产呢 说不定 就跟这个野男人一起串通好的 像变故何以后伯母 下进何家吸血吧 西区几处皇产 还需要弄虚作戏 好 就算是真的 可我怕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也不简单吧 你不要胡说 他是我哥哥 我们是家人 哥哥 新哥哥吧 你敢打我 何以哥不服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还有多少人瞒着我呀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找到我的家人了吗 二哥今天来 是给我们送家长的 其他破房子能值几个仇借 知道什么是结局 钱对于有权有势的你们来说 不过就是唾手可得的东西而已 而我文家 就是这样的存在 何以哥 只要你娶了我 钱呢 那必是要多少 就有多少 儿子呀 文家才是通天 他又能给你助力 你呀你可不能犯傻呀 何况 他两次结婚 都跟男人呀 不清不楚的 难道 你就要为了他 要赠送前途吗 何以我不是的 别说了 这个男人这么亲密 铁证如山 文文 你再让我失望了 苏浩文 你就别再纠缠着横河不放了 你和他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娶了我是锦上听话 不仅在工作上不会再受限 更有可能一下快越阶级成为人上人 孩儿女的 你没钱没事 你不但帮不到他 更会拉低他的生活等子 做人吗 总要懂得自知之明 是你们要懂得自知之明 我们的玩玩 才是很高攀不起的旨在 我配 一个网络出来的穷鬼 也敢和我们何家 相提并论 儿子 这种勾三打四 又穷又没有身份的孤女 根本就和你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他是全球名一排行榜第一 鬼手神医 更是天维科技的总裁 惊涵第一号门 陆家三少 陆兆林 谁说小妹 无财无事没有人脉 论财是 我已将树家 每年盈利千亿的分公司 寄到小妹名下 论权是 陆家百年根基 更是金海豪门之首 他是我陆家的小公主 谁能比他更有人败 大历 弄个架 你搞得这么久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 十二哥来得太快了 跟上海他爱歌 他就是掌握着全球娱乐资源 就连众多国际之星 都要为他打工的 陆家爱哨陆绝峰 我听说呀 陆家有三兄弟 大哥呢 是三位帝人 世界神父 二哥势力广泛 各种名媛 争相结交呢 三哥艺术精湛 垄断一界资源 这样省份的人 竟然对他这么好 这姑娘的身份呀 真是深不可测呢 问问 他们真的都是你哥哥 他就是一个姑 我儿子 怎么就突然变成陆家 上位的妹妹吧 谁信呀 何语哥 你看到了吧 他刚高大的一个男人 还不够 现在又来了一个 你可不能下当啊 紫园跟我换干净点 怎么了 被我心虚说中了什么事 哎呀我就知道 你们好多水可深了 哥哥妹妹他 就是血桃而已 苏航丸 你们真不知廉耻 你偷卖身体 换来了这么多的贺力 来撑门面 你真会贫到家了 儿子 你 你这回可看明白了吧 文文 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你这么轻易就相信 别人对我的敌怀 我对你太舍了 你本来就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姑女 突然之间 摇身一变 变成高高在上的 好门前妻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好 不相信是吧 众所周知 我们陆家人 都有证明自己身份的 家族徽章 这就是我们陆家专属的 家族徽章 网文自然也有 那你刚刚说到你们送 我当然是看看 一个从孤儿人 长大的一个群丫头 是怎样变成金凤凰 这就是我的灰尘 果真一模一样 她真的是陆家千金啊 没想到 这个女孩有这么硬的靠山 还这么低调 果然是豪门前进的做饭 不可能 她就是一个孤儿子 怎么就突然变成陆家 上位的妹妹了 谁信啊 这就一定是 想谋取陆家财产 就算婉婉想要财产又如何 我们双手奉上 小妹 我名下还有几十家 每年盈利千万的专利 我马上要引起到你名下 小妹 二哥的娱乐公司遍布全球 只要你想 每家公司我都可以给你 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还有那些什么国际巨星啊 什么的 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他们都血藏起来 二哥 三哥 这些我都不要 我有你们去够了 那怎么行 你可是我唯一的妹妹 把所有股份给你 我开心不行了 小妹 我会在相熟的各国中 为你挑选对象 像何家这种贤贫爱富 败高采低的家庭 不加一半 这些欺辱过你的人 二哥会给你以牙还牙 为你讨回工作 我问 那也真是的 你怎么不早点说 你是陆家千金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是你自己不相信 之前啊 他们还非说人家女生 一枚娘家爱没背景的 说人家高攀 现在被打脸了吧 人家的哥哥呀 哥哥是人中龙凤 现在高攀的 是他们才对 可不是吗 有些人啊 现在肠子都回轻了吧 你们互说什么呀 儿子 我可没有嫌弃 这么贤惠的儿媳妇呀 娃娃呀 伯母呀 就是之前呢 想试试你的人品 是故意演的这场戏 来来来 何云 你们赶紧你结婚证 想起我陆家的人 何家也配 大哥 这种火坑 肯定跳几次 大哥 这事不能怪小妹 都是这群人 巧言吝啬 你应该教训他们 才答应呢 小妹与人不熟 已经很可怜了 你这别生气啊 天呐 这不就是被誉为商业帝王 富可敌国的陆总吗 好帅啊 快加我快加我 我不是在做梦吗 传说中从不显露人间的陆总 竟然是苏航婉的大哥 他 他怎么这么好运 大哥 我错了 我不嫁了 一个快破产的人家 的确不值得你嫁 我陆家 从来不受一点委屈 好霸气啊 之前啊 他们还各种贬低苏小姐 和苏小姐 配不上他们儿子 现在呢 是他们呀 配不上人家苏小姐 是啊 还嫌弃人家苏小姐 没家人 又穷 又没有前途 又穷 又没前途 你们何家 哪儿轮轮脸说这种话 大哥 算了 要不我们走吧 从今天起 你们何家涉足的生意 我们陆家都会接受 谁干那个何家 都只跟我陆家作对 你 是帅都让他给杀了 我们呢 能 你杀了 喂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再接触玩玩 要不然我要你好看 还有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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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家千金是吧 这 不 不 陆小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你饶了我吧 现在知道错 滚 什么豪门文家呀 遇到陆家 还不是连屁都不得放 是啊 这种婆婆 还想让自己的儿子 取什么 文家的豪门千金 这不 讲了芝麻 丢了西瓜 错过了一个帮上 顶级豪门的结尾呢 我 我做了些什么呀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你没事吧 大哥 大哥你好生气 我没有想生之下 我给大家都打电话了 你就这么喜欢 哪怕他不要 赶紧走 你也要家 太难有一个家了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他会选择相信你 他能成为我的一个 一个 你忘了谁 狐狸现场把你赶走大了 他在乎自己的面子 他在乎自己有一个纯洁的心 你啊 他多过在乎你 你也觉得我是一个水性洋花不纯洁的人 既然如此 陆佳我也不会做的 你别闹 陆的那边我自己会解释 停车 别刷小脾气了好不好 我下车 你 那你停车 你 你是我路子 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带回 没有你管 别动 进去做 不然 把你回回去 天的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沐锦川 你赶紧放开婉婉 他今天受了委屈 你还这么对他呀 一点绅士绷度都没有 活该你快三十了 还打光棍 难不成 我要看着他继续犯傻 我知道你是关心妹妹 但你也得讲究方法呀 以后对婉婉呀 别那么粟啊 婉婉呀 你大哥就这臭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啊 明天让你大哥买礼物 给你赔罪 还用了我 让你这仨哥哥呀 陪你一起去 我可不放心 再让你一个人出门了 是啊 我明天没事 我跟你去 我也是 我要开会 明天的账 借我套上吧 哎 开会哪有陪婉婉重要啊 明天 你必须亲自接婉婉婉回家 知道了 来小妹 看二哥跟你选 你去试试 你这个是什么呀 太成熟了又土 小妹 你看看我这个 对不对 又可爱 特别适合你的风格 你这个太幼稚了 我这幼稚什么 我这个就适合小妹的一个风格 啊看看看看看 我今天是来给大哥挑领的 小妹 二哥从小就想有个妹妹 每天我跑到漂漂亮 要不你就完成二哥入梦去 你可别了吧 这怎么漂亮啊 这多土啊 哎小妹还试试我这个 这个真的你上身穿的特别 你这个跟小孩穿的样 多么幼稚 我这怎么是个小孩 那你比你这个土要好吧 二哥三哥 你们听我说 你们呢先在这里挑选衣服 我一会儿就过来试 好不好 我先去隔壁店看一下 不 不许跟着我 终于安静 路警车 你看我今天不摔帮你看 有人吗 何语哥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别人 但我是一直喜欢你的 而且伯母也同意我们俩订婚了 你好不容易同意了 就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陪我好好逛下肩 好吗 哎 哟 这不是陆家的小公主吗 我还真以为帮手豪门啊 没想到 这么快沦落到这儿 看贵姐呀 我记得你们两家的生意亏损了不少 还没长记性 你手得已 我调查过你们家 他们家根本没有任何受养女的消息 不过就是一个红妹子勾引了陆家三兄弟而已 怎么现在被抛弃了 还在这装了 我现在已经在这装了 你良心了 这都没什么 你站住 还没什么 他没什么 就行 你 我现在了 准备见他 你 就是在你 扮护 我 什么 你 在我 也 我 我 这些垃圾对我经济过得有多幸 你过得好你才能当柜子 我小时候请狗嘛 你现在就是人才能 刚才和我没分 对 我现在就是在这当柜子 那有本事你把这个店里的东西 全买下来 你想让我花钱给你充业绩的 做梦 不用 我可以跟店长解释一下 说这个业绩呢不算在我头上 你该不过是没钱的吧 不是谁没钱呀 看不见没有 我这张卡可以把你整个店都摆下来 那么厉害 那你来啊 文文你别冲动啊 何语哥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你选择我而不是他 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那 拿去刷个 好 哎呀 余额不足 余额不足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你这机器坏了吧 文文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 伯父把你卡动结还没解冻啊 文小姐 下次说谎之前呢 记得打草稿 突然的话 挺丢人的哈 还有 我其实呢 根本就不是这个店的服务员 就是想逗一下你们 没意思 不好玩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找错的 文文 陆景川 没礼貌 叫大哥 还敢欺负他 上次陆家给你们教训还不够是吗 陆少 是苏恒婉他先挑衅的我 我有眼睛 会看 苏恒婉 刚刚明明就是你故意 苏恒婉 苏恒婉 你帮我公正啊 苏恒婉 你别闹了 没错 我就是让你知道 我苏恒婉现在不是你给你随意欺负的人了 我现在身后的人是陆家的掌权人陆大赏 对吧 大哥 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们敢冒犯他 金海就没有你们两家立足之地 贱女人 她到底给陆景川下了什么迷魂药 何月哥 现在咱们俩才是魏国叔叔 你为什么总是对他念念不忘呢 你看那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吗 那陆景川一来他就慢慢跟着走了 要是因为你 我早就变成陆家的金龟絮了 回去 死亡了 何月哥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 都怪你都怪你 你给我等着 蓝格 帮我办个人 我要让他 生不如死 你能干什么不说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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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当然是你的情哥哥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小屁 你猜猜我们想干什么 哈哈哈哈 你滚了 大哥 刚才平安车的那边兄弟说 你妹妹被人绑走 你说什么 我妹妹被绑架了 是一个跟您去过免认学的体学看到 说是狼哥绑 就在他们的贵习仓库 狼哥 我今天让你变成一条狗 什么东西 好了 苏小姐跟人绑架了 这下全国会议 你来替我 少爷 小妹被绑了 什么时候是在哪 大概二十分钟前 二少爷已经赶过去 就在平安街 由我们很近 少爷 这边住车祸 是开不过去 你别过来 这个不可以 有人出了大价钱 让狼爷我 坏坏坏坏 这样的买卖 老子还是头一回见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 你是陆家的人 你是陆家的人 对 我就是陆家的女儿 大哥 陆家哪儿陆绝峰 那可是金海地下皇 咱们是抓错人了 地下皇子 今天老子在这事地下皇 我有这么多人 把他不成 小男爷 你乖乖的把我伺候好了 兴许的 我会让你在我的红浪漫里头 当个头本 你别管了 来吧 别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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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了老子好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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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day never far away see you never come my way 大哥 这是那些三兄弟啊这是 中间那个是老大 掌控他们金海经济 右边笑的那个是老三 神一 左边这个呢是老二 金海鸡下王 祝赵林 大哥咱们把人放了吧 放 这么多人 我还怕他三个不成 你们三个今天不知死 挨得真好 金海的天要变了 你这是那个什么狼狗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 老子才不是什么东 这 我看你面相体虚藏极 还是活不了多久了 你 废话少说 救人 啊 就好 啊 啊 就好 对对对好好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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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狼个这么不扛打 连我招的一条狗都不如 八哥 你们今天不行啊 抽 小心 锦川他怎么样 妈 您放心 没什么答案 休息两天就好了 好 妈 大哥 你终于醒了 平时看你挺厉害 怎么这么不精打呀 大哥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还说过别的伤 老三 什么 锦川 这怎么回事啊 我没事 不说这个 很冷的 他怎么样 晚晚没什么大碍 只是 那个什么狼狗 给他跑了 那小子滑脱的粉 不过你放心 只要他还在近海 我就一定能帮你找 你们要尽快找到 这个欺负我女儿的坏东西 锦川 你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晚安啊 那他不要放过也都搞不定 你怎么来了 我都知道了 你还装 你什么意思 我听了 苏航婉是被你绑走的吧 这事如果被陆家知道了 你会怎么样 你别怕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我要让苏航婉 使百明烈变成一个孤女 同性回到我的身边 成交 可怜的晚安 吓坏了吧 哥妈 我没事 大哥他还好呢 你大哥呀 他没事 这次 幸亏那三个臭小子 及时赶到了 否则呀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看来呀 是该让那些不长眼的人 知道什么人不能惹了 晚安 你看啊 这个呀 是陆家祖传的祖母绿宝石 打造的吊坠 你那三个哥哥呀 各有一条 出门带着他呀 别人就知道 你是陆家 最重要的狄青血脉 以后啊 你出门就带着他啊 谢谢干妈 这吊坠 我好像在哪见 干妈 我能看看 其他哥哥的吊坠吗 好 这个呀 是你大哥的 你们的吊坠啊 除了链条的颜色不一样啊 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臭小子呀 糊里糊涂的 说把吊坠弄丢了 我总是重新刚给他打了一条 这不是那个男人的东西吗 这种吊坠 像哪都能买到吧 外面啊 倒也有仿照的 但是呢 陆家的吊坠啊 有专属的编号 和祖谱的符号 到你大哥这一代呢 是第五代 他排好老大 所以啊 是6501 这个呀 外面仿制不来的 应该 不会这么巧吧 宛宛呀 你这脸色 怎么这么差呀 可能是还没恢复好吧 那这样啊 你好好休息吧 我呀 把这个给你大哥送过去啊 那妈 你知不知道大哥 是在哪儿丢的这条吊坠 好像是从新华酒店回来以后 就说他到了 这孩子呀 本身也不喜欢 天生一直带着这些东西 梦丢啊 是早晚的事 哎 好像听说呀 那天还在新华酒店那边受了伤 哎 这孩子怎么会毛用脏脏的 真是 我先走了啊 副号一样 编号一样 大哥就是内喊的男人 臭女儿 小心 明明他就是这亏祸首 还骗我说 帮我叫去那晚欺负我的人 现在要跑过来救我 他怎么骗我有意思嘛 陆总 好消息 那监控那边倒没什么好事发生 但是医生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通过通过您的血液发现 您当天晚上好像是中了明星药 必须跟人发生关系才能解读 哎 更好的消息是 您一定会失去当天晚上的记忆 你管这叫好消息 也就是说 一晚我遇到了一个女人 不全是 对 可是 我醒来后没有看到这回来 陆总 这玩意叫那个 记中记吧 幕后黑手先给您下药 再找一个女人故意接近您 到时候她怀了您的孩子 靠您的孩子来要挟您 你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吧 不可能啊 我对您忠心耿耿了 您知道吧 哎 我陆俊川要是被这种下三难的手段要挟 也就不配当陆家长的人了 让我恢复监控的人动得快点 我定要让这幕后黑手 还有这个你们知道 什么叫神不如 好 陆俊川 没想到你是这么表里不一的小人 对 毕竟随随便便就毁掉一个女人的幸福 居然还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无辜药 你就不觉得羞耻 他听到了我跟宋迟的话 我为什么要感到羞耻 该羞耻的 是那个处心积率爬上我床的人 谁处心积率爬上你的床啊 要不是你 人家现在过得不知道有多幸福 你这个人渣我打死你 你 你你放开我你 怎么了 你们俩斗嘴了 妈 大哥大哥对我 醒川啊 您怎么又欺负晚了呀 啊 又这手怎么了 没事 刚才被人家滑倒了 我去拿药箱 大哥 你身手这么好 怎么在外面受伤 回到家也受伤 哎呀 你刚才不是休息了吗 怎么又起来了 是不是脑不舒服 告诉干妈 我 是啊 晚安 你还有我们三个哥哥呢 有什么事情 我们替你做 如果我说出大哥 就是那晚欺负我的人 这唯一给我问暖的家 是不是 老师也会逝去 没事 我刚才就是不小心 跟大哥吵了几句嘴 这压的反应还挺快 你看看你 这要 也不让着点妹妹 妈 大哥都受伤了 您轻点啊 哎呀 快点给你大哥包扎吧 都这么大人了 还让人操心啊 留这点血真是便宜你了 非得让你长长记性 哎 三哥 要不还是我来给大哥商药吧 没事 我来吧 别吓着你了 我不怕 毕竟大哥也算是为我受的伤吗 也算是 的 那你包扎吧 嗯 哎 受的伤还有这么好的賽 哎 小妹啊 二哥到时候受伤了 你会替我包扎 你胡说什么呀 刚才那么大脾气 现在就认错了 你是真认错呀 还是假认错 你说呢 overview 你轻点 大哥 我错了 你不会有什么情况的 你最少点 我没想起 谢谢 刚才莫名其妙生气的是你 现在笑得阳光灿烂的也是你 苏黄娃 你这小脾气 陆三 小妹出手挺好 小姑娘家 没轻没重 很正常 陆景川 你不是爱演吗 那就看谁演得更好 大哥 以后你包扎伤口的事情 就交给我 保证包的这一次还要好 不用麻烦了 干嘛 以后 我以后有事想出去 干什么去 用不着你管 你刚被绑架完 你不长记性什么 要去可以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要 二哥陪着我 二哥可是我们金海的地下皇 有二哥保护我 什么都不管 对不对 地下皇啊 很威风 三哥也行 我可以啊 可以你去做 我可以 是可以 但是三哥 帮不上什么忙 三哥可以在家里 给你熬药 等你回来去 谢谢三哥 要不还是二哥陪我 谢谢干嘛 三哥 二哥 有你们陪着我 我真是太幸福 至于某些人 就好好养病 好好反省吧 回家 喝 你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大哥我听不懂 你让我反省 不是在故意冷落我吗 我只是不想跟某些装傻冲浪 烦咬一口冷血无情的人 一起出去而已 我要下车 别乱动 大哥 你新车 你开慢一点 杰峰啊 你爸没发现啊 你大哥对婉婉 挺特别的 他们两个 挺合适的呀 我大哥这种黑心资本家 怎么配得上婉 我知道你的生物器 能告诉我为什么 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我是那种没了清白 还要死要活的人吗 你说的话也太伤人心了吧 你是不是以为女人都没有心的 她倒是挺能共情那个女人的 我只是不想在不相关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 更何况那晚也是清非得以 把扎叔的理所当 与其浪费彼此的时间 不如像陌生一样保持剧 这不是成年人的生活准则吗 扎男 难怪你一直打光棍 几句话谈不拢 人身攻击少 我陈述事实而已 你做的事不负责就算了 还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耻吗 我明明解释了 可她怎么好像更生气了 陆太太 你看一下我们的新款 我女儿说啊 你们这儿新货都上来了 我特意过来看看 陆太太 我记得您家不是只有三个儿子吗 什么时候一天女儿了 是我闺蜜留下的孩子 我也是找了好多年 才找到她的 有女儿啊 就是好 看见漂亮衣服啊 还知道跟我说说 儿子哪懂这些呀 那等到她谈婚论嫁的时候 您可有的忙了 能配得上陆家千金的 那可不多 你可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自打找到了她呀 我就开始勿诉女婿了 可是啊 这左挑右选吧 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是啊 放眼惊骇 哪有几个男人 能比得上几位陆少爷呀 老二吧 这成天的不着调 这晚了要是跟了她呀 还不得担惊受怕的 这老三吧 手无腹肌之力 保护不了婉婉 哎 对了 我觉得我们家老大比较合适 哎 有能力 人又沉稳 对婉婉 还比较上心 哎呀 这两个人 多合适啊 那我就提前先恭喜您了 好 这件啊 我要了 那边那两件啊 除了其他的 都给我包起来 好的 那我到时候让人送到您府上 太好了 您慢走 温小姐 您说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让你套话的事情不许说出去 否则要你一个 是是是 孙豪文 凭什么你就能毫不费力的得到一切 还能得到陆家少爷如此的平安 这陆家千金的位置 你能做 我也能做 太太 哎呦 这不是文家的千金吗 你父母双全 怎么能说是宁秋的女儿呢 陆太太 我这也是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问我的养父母 对了 我身上还有胎劲呢 您可以检查 走吧 哎 好孩子 原来啊 你才是宁秋的女儿 你放心啊 我会好好地补偿你的 好 谢谢 干妈 二哥三哥 那我们还去吃那家店一下 好 妈 她怎么在这 怎么说话呢 她是你宁阿姨的女儿 我的干女儿 你们的妹妹 什么 她 婉婉 听说 你跟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长得很像 怪不得我一看到你 就觉得亲切得很呢 妈 她的爸妈 您应该都认识啊 是不是搞错了 对啊 婉婉是我们妹妹 您阿姨的女儿 我已经和文家沟通过了 文文呢 是她们的养女 而且当年的细节都对得上 更何况 还有 DNA报告 我相信她 DNA报告 你错过呀 文文 我知道你是个孤儿 自小可玩家庭 况且你从小还吃了那么多的苦 所以才会不顾真相 也要顶着我的身份留下你们家 我都能理解你的 但是现在你传来了 你还要赖得不走 我干妈 晚晚她不是故意顶替我的身份的 你可千万别怪她 少给我爱了扣冒 你怎么和妹妹说话呢 妈 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放肆 二哥三哥 你们别说了 那跟你们短暂的这家人 我已经很知足了 既然文文已经回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团聚了 你要去哪儿 我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 没有人能把她赶出去 我不是宁夫人的女儿 我没有资格都在 你是我们妹妹 你没资格 谁有资格 对啊 晚晚 我们答应过要照顾你 绝不会抛弃你 妈 文文和航晚之间发生的事 你应该很清楚 她有没有可能 针对航晚 你造势 你应该引清楚 干妈 我没有 我没有 人正物正俱在 文文啊 的确是宁秋的女儿 不过呀 我可没说 让婉婉离开呀 什么 那您什么意思 文文呀 咱们俩做了这么久的母女 我可舍不得你离开我 你呀 要留在陆家陪着我 妈 妈 我以为你不要我 傻孩子 你是我最贴心的女儿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乖 啊 这陆夫人怎么这么不适去 苏航晚 想赖着不走 可由不得你 行了 你们也都累了 管家 嗯 在 带两位小姐上行休息吧 是 两位小姐 这边请 吃个 我叫什么时候 好 妈 这个时机 我们过来 你们觉得是可疑 是啊 这么草 说就认定我问 就伤了我们的心吧 我知道 你们呀 相信景川的调查能力 但是啊 实际上 有时候事儿就是这么巧合 你们只知道 晚安的腿上有胎记 却不知道 她的胎记 是在右腿上吧 我记得 早年寻找晚安的时候 我们向外放言是 宁儿姨的女儿 左腿有个胎记 难道文文她 没错 文文的胎记呢 就在左腿 更何况啊 还有DNA的检测报告 所以呢 我相信她 可是这个恶毒的女人 经常欺负晚安 你说我们怎么放心啊 好了 不管怎么说呀 文文 今后就是你们的妹妹了 你们还是想想明天 给她准备什么见面礼吧 要让文文觉得 顾此薄彼 就不好了 我先回房了 大哥 是不是你的调查出错了 我的调查 不管怎么样 我只有晚安一个妹妹 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我是不会跟她扯上任何关系 医院那边 我会再去确定一下 这个DNA检测报告 把她东西帮我搬到早市去 是 大小姐 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冒充我身份 说我会做福的这么个人 还不赶紧同地 糟了 吊坠 你 不许到 就算我不是逆婚的女儿 我也是陆太太亲口成人的干女儿 你不能针对我 您厚着脸皮赖在陆家里就算了 居然还敢瞧门文小姐的东西 文小姐身为陆家文家两大口上 你舍得起 苏恒文 你不会不知道 这用人的态度 就代表主人的态度吧 昨天晚上啊 你招得那么楚楚可怜 陆家作为迷蒙旺族 从不能硬着头皮 把你给赶出去吧 我相信大妈 还有哥哥们 你对我的好事真的 你不要挑补 大小姐 您看 她一直护着那个丑嘴 这里面 还有什么叫不得人的东西 给我搜 我绝对不允许手脚不干净地 待在陆家 是 我不是小狗 可然啊 这呆在平民窟长大的孤儿 就是有那么一身有力气 干什么 给我好好搜 是 你快起开 你 我 我 大小姐 你看 陆锦川的吊坠 怎么会在你这儿 关你什么事 立刻离开我房间 博三 博三博三就怎么样啊 你不会真以为 我会在别人看着的时候对一下什么 就像你这种无依无靠的工作 我给你住杂物间已经是抬局你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他给我扔出去 是 你打我把水打我 快 弄开我 你快滚车到大小姐的房子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们干什么呢 锦川哥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回家用给你禀报 当然不用 锦川哥你千万可别误会 我过来 就是跟晚晚叙叙叫 对 叙叫 可是晚晚 他好像 还记得我抢了和鱼哥的事 宠就吵了几句 他要动手打我 用人也是护主心切 就是 那苏小姐他一言不合就大人 可怕我们给下坏了 对对对 我们陆家可是有不少隐藏进口 不如我调去一下 你看你 锦川哥你别生气 都是这有人不懂事 我让他给晚晚道歉 过来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感激我帮了你家里的忙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愚衷啊 啊 还不道歉 啊 啊 啊 苏小雪对不起 是我刚想看人家 我怎么永远不是他事 我 我总会先说 我看该道歉的 是另有情人吧 对不起 还不出去啊 要不是我回家拿门见的 你还认他们欺负他 之前凶我的破垃圾拿去吧 那你还帮我 你是我带婚的人 我当然要帮你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什么的 是他欺负你 这事也怪我 要不是为了抢回你的吊锤 我会被差姐推倒吗 我先回公司了 有事给我等你来 知道了 陆锦川 你今天中的不认识我 为什么要处处维护我 难道 这就是你的弥补啊 每次教训那个臭丫头 陆锦川都会把他戒围 苏航婉居然能得到陆锦川的雕吹 难道他们俩 不对啊 苏航婉明明跟别的男人鬼混过 陆锦川怎么可能会当街坊侠呢 大小姐 我是不知道陆锦川怎么会有监控 陆锦川 我给电话十八号 求你别提了我爸的医药费啊 你跟我说什么 你还不赶紧去给我盯着点苏航婉 是是是是 监控 对 陆锦川这种身份的人 怎么可能给自己戴绿帽子呢 难道 他就是那天晚上的男人 死黄婉 你到底是找了什么狗事运 居然能和陆氏集团的掌权人共同一夜 可看陆锦川的样子 他好像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的人 就是苏航婉呀 这 是 苏航婉 陆锦川 就是那天晚上的人吧 哼 难怪你死活不愿意离开陆家 原来是想借死 麻雀飞上枝头变墓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 没想到 那天晚上的照片 你 你要干什么 陆锦川如此护着你 是不是因为那把事 不是 我根本就没想跟他同伙这件事 你会放过如此嫁入豪门的好机会 少用你肮脏的思想揣测我 我现在只想做好我干妈的女儿 不想想起她 这个同伙真是影响是大 要是陆锦川觉得那晚的人是如何 问完了吗 问完了请你出去 你最好过观点了吗 否则可不敢广正 这些照片会以怎样的方式 出现的愈加愈进 好 陆锦川 你看你干个好事 锦川哥 你聊我房间干嘛 出去 哎 难道你对所有女人都是这么冷漠吗 可那天晚上 你在新华酒店 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着呢 难道你是那个女人 你干嘛这么激动 我说 让我找到那个女人是谁 我定让她生不如死 难怪苏浩万物承认这件事 该死 又被她说了 说 谁派你来 你 你误会了 我这时候人听到以后总是在聊这件事情 我 我有线索 什么家庭 什么家庭 那个女人 不行 还不能说 我要利用这件事 好好折磨速行外这小贱 那天 我看到她跟你前后脚离开酒店 虽然只看到背影 但是听口音 我敢肯定 她是金海本地人 没了 啊 以后再拿这种事固定玄虚 别搞我对你不客气 滚 苏浩万 这死差点上我回头 早晚在你身上走回来 喂 你在医院后胎记手术的记录 我已经彻底删除了 很好 我得跟她谈好筹码 省得她老拿照片 变本加厉的要求 很好 但是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做过胎记手术的事情 毁了我在陆家的大好前程 我饶不了你 文文的胎记 是假的 文文 你居然敢欺骗丹妈 行 既然你知道了那又能怎么样 陆太太现在对我身份深信不疑 就算你去告发我 她也只会觉得你是在嫉妒我 你要是为了报复我 大可直接冲我来 陆家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现在就要揭穿你的真面目 陆许俊 你如果不让我好过 我就跟你于死往步 你觉得我手机里的照片如果被干妈看到了 她会怎么想你 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你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 你以为你把这件事情捧出去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反正事情一旦被揭穿 和现在结果没什么两样 但是如果干妈知道 你早就爬上了陆景川的床 她会怎么想 啊 无耻 为什么总有这种办法威胁我 啊 你给我松手 你给我再这样的话 我都敢好就会不会说话 发出去 你去 你这个疯子 嘘 干妈 干妈您听我 行事 晚了呀 这么晚了没休息啊 有事吗 干妈 你没看到信息 手机信息吗 嗨 我那手机坏了 你大哥呀帮我修呢 那干妈 你好好休息 嗯 这孩子 大哥 大哥我进来了 真是天主 可恶 密码到底是什么 联练 零八六五六零 零八六五六零 开了 一是景川 你大晚上不睡觉 趴我房间的忙 我 我来帮干妈拿手机 我先走了 看清楚啊 这是我手机 什么 你的 知道是你的 我还这么紧张干什么 是他不知道谁啊 都弄什么呢 拿我手机干嘛 没干什么 删了点东西 你拿我手机 随便删东西 这要是公司机密怎么办 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铁剑 就你手机的那些东西 你放给我看我都不看 我今天刚帮了你那么大的忙 你现在什么态度 小没良心 您大任有大量 不跟我一般计较 我先回去了 妈手机是这条信息哦 这条信息干嘛不能看 你快给我这条信息要删掉 我给 你怎么这么激动 你学的无碎 干嘛是接受不了 你必须得给我 东西 小小的 流氓 你得把钱再喊过来是吗 你小点是 你先把衣服穿好 哇哇哇 干嘛手机给我 我骗你 我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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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景川 你刷我很好玩是吧 我们现在是同一条神上的蚂蚱 我要是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刚认识你的时候没发现 你皮这么大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可不是软士子 好 还不走 谁稀罕待在这儿 咱呢 又要干什么 有事儿你就喊大哥 生气你就喊全名 你对老二老三 就变了 那是因为大哥你最特别了 二哥三哥哪比得上你呀 小滑头 还不走 想看我购衣服 有本事你就脱啊 有本事儿 你有本事儿 我呀 打算带文文和婉婉 去参加一个晚宴 向哥俊明邮介绍他们 你们三个把事情都推了 做他们俩的男伴 那我做完完的男伴 那我们 多一个人 我就不去 我有事儿 去不了 我 文小姐 你不会非闹着 站着陪我 各位哥哥都是精涵响当当的人物 怎么能专门为了我 推掉行程吧 那可不行 你们三个都得去 这个晚宴很重要 你们呀得为他们两个铺路 今天你就待在家里 哪儿也不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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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不要連做出那樣的醜事 所以你最好乖乖的跟乾媽說你不去了 否則別怪我無可欺 笑了 乾媽 咱們走吧 文文真漂亮 哎娃娃呢 她 乾媽 小妹你怎麼沒換禮服啊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乾媽我就不去晚宴了 你怎麼不舒服了 我趕緊叫大夫來 呃 就是 女孩子的那種不舒服 沒事我睡一下就好了 啊 哎呀 今晚來的呀可都是各界名流 哪怕你結身一二啊 也能躋身上流名怨圈 那咱們走吧 不過呀 今晚管鐵也告假了 放你一個人在家呀 我這心裡還真不踏實 乾媽你 哎媽要不 我留下來陪小妹吧 還是我來吧 我懂醫術 不用了 你們不用擔心我 我就在房間睡一覺就好了 你們別擔心 快去吧 那好吧 那我們就先走了啊 嗯 你好好休息 走吧 走吧走吧 陸總 聽說今晚上可有大暴雨啊 這宴會結束肯定會堵車 回家不一定幾點了 掉頭回家 啊 您不去宴會了 我不放心的 陸總 有一句話 我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別講 哎 您說您對蘇小姐 是不是關心得過頭了 現在文文小姐 才是您的妹妹 而您對蘇小姐 無微不至的照顧 哎 您是不是喜歡 閉嘴 開車 啊 嗯 得想個辦法 把照片刪掉 不能再讓文文威脅我了 要想辦法 把她的真面目出窜 免得干嘛吃虧 可是我該怎麼做呢 誰在門口 是管家嗎 奇怪 闢的數 我聽錯了 誰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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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力气这么大 也不像神父那样 陆景川 你怎么回来了 叫大哥 大俩都被你开场了 谁让你在门口装神弄鬼的 今晚有暴雨 你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下雨有屋顶 有什么不放心的 屋顶是没事 不早要 总会有事儿吧 想 你特地去买它 跟陆而已 是陆 这可是长南的担导店 陆家和宴会都在城北 还真是有个顺路的 话这么多 别吵 不不不不 我开玩笑的嘛 走一起吃 嗯 真好吃 大哥 你看着我干嘛呀 啊 没事 本来呢 我一直以为你是很讨厌我的 所以才对我冷冰冰的 可是现在 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我讨厌你 你还真会到达你吧 你是我名义上的妹妹 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原来如此 我迟早了 先睡了 你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刚才不是好好的 是 看我 紧穿这个云木脑袋 看来 我得上点猛药了 我想让文文啊 永远留在我身边 思念想去呢 只有嫁到咱们陆家最合适 哎妈 文文是您收养的女儿 跟她长个好婆家不就行 那哪有嫁到咱们家好啊 我想了 按照长优顺序啊 景川作为老大 只有景川啊都能问结婚 妈 妈 你应该问一下大哥的意见 这一晚完呀 我也舍不得 杰丰 赵临 你们俩谁和娃娃接婚啊 老二 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几个电影项目需要投资啊 晚点 我替你装饰长的 妈 我跟娃娃之间是纯情的兄妹之情 那就赵临 老三 你陷入平静的几个科研项目 我已经派人在国外调取了金 软点 送到你实验室 我我妈 我我其实 我我其实那个什么 我我喜欢 男的 妈 其实是我觉得 小妹应该找一个爱她的 给她幸福呢 没错 妈 弥补文文的办法有很多 如果您让我不情不愿地取她 她也能得个幸福 你们都翅膀硬了 都不听话了是吧 哥哥们 你们别过干嘛 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不回这个家 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这不怪你 婉婉年纪还小 结婚的事啊 可以从长继续 但是文文啊 必须嫁进陆家 锦川 你是老大 照顾文文的责任啊 就由你来承担 否则呀 我就跟你断绝 无此关系 我 我吃好了 你慢用 大哥 你真的要娶文文吗 不会 不过最近妈对她是上心 怎么拒绝 还是在想爸爸 我倒是有爱吧 说了今天 你尽快 找别人几回 不行 随便找个人 糊润不了妈呀 那就找一个 在妈心里的地位 不亚于文文的人 咱们这么不顾她的心 随便安排她的未来 这跟妈抱办 我的婚姻有什么区别 我没说是文文 我也没说是她呀 哦 哎 你没发现 她听到你要娶文文 饭都吃不下 大哥 你就没发现 她对我们兄弟三个 对你是最不同吗 哎呀 大哥 你什么都好 就是感情这方面太笨了 很明显她是对你有意思 真的 真的 我知道刚才吃饭的时候 多吃点 我们什么都没有 饿了 大哥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 今天吃饭的时候 怎么吃一盘你走了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其实文文她不是宁夫人的女儿 她的太极是假的 是做手术得来的 她就是为了针对我才 总之都是因为我 把人家搞得一团子 原来你没有被她骗呀 我还以为你也那么笨呢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我娶了你讨厌的人 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你把我当当什么人了 就算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也怎么可能让你跳火坑呢 我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这小丫头的事 她这么耿耿于怀 不过我也没有那么讨厌你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 毕竟我最狼狈的样子你都见过 那我们现在可以何分相处呢 当然了我还要帮你呢 你帮我 对啊 就算把我这个人整个都搭进去 我都要帮你 你 你 你干嘛 帮你自己搭进去 也行 大 大哥 你这是酒啊 你刚受伤 你不能喝酒 谁呢 他喝醉了吧 说话乖乖的 我 我和你回去睡觉吧 好 早啊 文文 三哥早 三哥我问你啊 大哥是不是因为最近结婚的事情 压力有打发 昨天晚上我转动他偷偷喝闷酒 大哥喝闷酒 嗯 要不是因为我答应他帮他 和他达成了共识 他这才会反面休息 三哥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真的答应帮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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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吃饭 你俩聊什么呢 聊 我马上就要开口 他什么意思 好 大哥 早 早 早 你去吃饭 还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精神失常了吧 不行 我得加快讯 订婚再寄 锦春啊 今天你就带文文出去转转 就当培养感情了 我公司有很多事情了 那你就带文文去公司 锦春哥 以前我在家帮养父母经常打理生意 我可以帮你的 八字还没一片 这么快就上插手公司的事 哦 你不会是想替你们文家盗取公司的机密吧 我没有 好了好了 别人都没有意见了吧 文文 你就没什么想要说的吗 虽说要替陆锦春摆脱文文 可我也没法替他去约会啊 我没意见 我 那就这么说定了 喂何鱼 啊 今天见个面吧 何鱼琴是干嘛的 大嫂我生了吗 大哥 你还没去约会啊 跟我一块去 我去干嘛 我又不是得能跑 你说好要帮我的 这种小事 你自己用着就可以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约了何鱼要迟到了 你干嘛你 难怪你这么多气善感 你忘了何鱼琴都不对得到 我当然没忘记 我这不找他帮忙呢 要是因为我的事 大可不必 他这么讨厌的呢 连约会都不愿意啊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苏航文 之前装作一副不在乎何鱼的样子 现在看没机会嫁给陆景川了 又想回去找他了 既然你这么耐不住寂寞 那我就让你成为 我嫁给陆景川的朱莉吧 我真没想到你会准备约我 我们现在 你别误会啊 我来是想问一下文文的事情 我和她已经退婚了 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都不用再给我一次起婚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说的话 我们没有聊下去的必要 啊 婉婉婉婉 我后悔了婉婉 只要我们订婚 我就把婉婉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你 婉婉所有的事情 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和家的生意也会蒸蒸蒸蒸 你还可以安静地做你的和太太 放开我何鱼 你放开我 放开我何鱼 你放开我 住手 婉婉 原来你跟何鱼也在约会啊 金川哥 看来这次咱们家 要双喜临门喽 苏华 我跟你说的话 一张记性 大哥 我跟这打算比起了 你等你到文文区不问我 婉婉 我看你跟何鱼 分分合合这么多次 你们俩也挺有缘分的哈 那也不如文小姐 吴凤莲接着 你 大哥 我和文小姐还有几句悄悄话要说 不如 你回避一下 走 不是 哎不是 你 我觉得陆锦川 好像还是更在乎我 他只是看在干妈的面子上照顾一下吧 你少自以为是 你说的都对 是你之前斩钉结铁的时候你们只是兄妹关系的 我没想到你就有个表里不宜的心机女啊 不过现在 她要娶的人是我 你心里应该很 是 我的事呢 用战里的嘴 倒是你 抢来的东西 不是你的颜色 别引我 我手里有你的把柄 所以你 给我对陆锦川最好 鸭池 永总 路犒 你要干什么啊 是文文主动约我的啊 他一定是和我就情难忘 就情 你这个笔子啊 很配啊 你现在已经是文文的未婚夫了 你干嘛还要对文文那么好 不如你就成权和婉婉 只要我们结了婚 我何家愿为你们陆家马首是人 我们何家有大用处 我总听说你们何家 一直从事非色彩 商业信仪极差 早已烂账无数 大商客气 陆陆 你这么知道 难道说 文文在骗你 文文这是想羡慕杀侣 你不认 别怪我不日 陆总 陆总 你别听文文那个贱人的 他为了要进入你们陆甲 不择手段 费精心机 他还让我帮他留意 往我身上的胎记 他这就是歇魔杀驴 他就是想 想击刀杀人的 胎记 对陆总 你千万别听文文那个贱人的 我这么帮他 他居然想害我 所以说 是你们两个伯伯 相害了 欺骗我 我 我 陆总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戏看够了吗 今天 我要让何家 消失自己 你们何家人 我会有一个算一个 好好照顾 二哥 一会儿下手不要太狠 敢欺负小妹的人 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后悔 你跟三哥我过不去 陆总 这里是何家所有的犯罪证据 够他们家何里不来 你终于干了解明白事 再让大县 哪个大小姐 我陆总 只有一个大县 那就是完完 您找我 那件事调查怎么样 哪件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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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文文小姐提供的线索也太模糊了 而且她恰巧又出现在那天晚上 陆总 您觉不觉得这事 有蹊跷 你都觉得有蹊跷 对啊 那还不然赶紧恢复监控 啊啊啊啊 我对 文文手里的照片必须得删掉 这种事 还得亲口跟大家坦白才行 文文你还好吧 我刚才在网络查资料 有一个意外发现啊 什么发现 那个文文子等级参加过 金海全米大赛 连说胎记 身上连快八都没啊 文文 谢谢你 现在 我只要找到她参加比赛的照片就行 订婚日期啊 我已经敲定了 就定在下月十五 我未参加订婚 也不会去的 为什么呀 除非 你有特殊的理由 是凭她欺骗了你 你根本就不是你婚日 这是你三年前参加选美大赛的资料 基本情况一来起的精心 确实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猜忌过八分 苏浩万 别以为有伪造的证据就可以诬蔑我 我的胎记可是干嘛今次检查过的 这么 那你前几天做的纹身 给医生提供的资料 可是晚晚的太极度了 文文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好事 你干嘛 我是被冤枉的 竟有此事 文家竟然敢如此顾弄我 看来他们是不想在京海立足了 锦川 这件事交给你来吧 好 不干嘛 陆大姐 我求你 你再拿我一次机会吧 文文 这到如今你还想给不干嘛 苏浩万 你不就是想把我赶出陆家 然后嫁给陆锦川吗 你容易算把打算够想的呀 你胡说什么 大家千万不要被苏浩万的外表给骗了 就是一个处心纪律的新纪念 我这里刚好有一份证据 可以证明 你确定你要这么做 那 怎么 一块脸 在你刚刚揭穿我的时候 你就早可以料到 陆太太 相信你看完这份证据 会对苏浩万 有一个新的认知 苏浩万 陆家 也不再是你的庇护孙 文文啊 你这是想让我看什么呀 还好昨晚我正在睡着 深光了所有照片里 怎么不见了 你少在这装疯卖傻了 就算我安排想嫁给我大哥又怎么样 一个未婚一个未下 你管得着吗 我希望你对自己说的话不责 景川啊 你和婉婉的事 你有什么说的吗 我无所谓 我没想到陆家对苏浩万的包容都这么高 看来这件事不能说 否则 岂不顺了他的意义 管家 送客 是 等等 我还有话 想和苏浩万单都说 有话就说 那照片是你伤了的吗 我还真有点好奇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喜欢荣卦富贵 就算是更大的豪门我也配得起 可你呀 不过是一个孤女 陆太太如果真想让你嫁给陆景川 再找回来你时就干涉过 可是只有我回来的时候 她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你就想挑拨什么 这到底是挑拨还是使你自己心里深处 你无论是家事背景还是学识 你都比不上官 根本配不上官 可笑啊 就算没有我 你跟他 也绝无可 那一定你不管 我不管你再下多大一盘情 但是我好心提点 陆景川恨不得杀了那晚的女人 如果你让他知道 那天晚上的女人是你 你觉得 他会怎么对 那你可想错了 他早就知道那晚的人是我 苏恒婉居然以为陆景川记的那晚的杀 真是天助我眼 苏恒婉 你还真是个傻子 他有病吧 他没欺负你吗 没有 这场闹剧啊 算是结束了 哥妈 你连这些证据看都没看 就相信我吗 你们办事啊 我当然放心了 更何况啊 何况什么 难道他真的是 当年啊 为了真别骗子 我特意放出消息 说婉文的胎记在左腿 其实呢 婉文的胎记在右腿 可是文文的胎记 却是在左腿 这是真是假 还用说吗 看来 他们又想提供苏小姐 我这就去接触她 不急 我呀 想到了一个 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既能撮合锦川和婉文 又能让文家栽跟头 他们这么欺负婉文 我可咽不下这口恶气 算了 过去的事啊 不说了 好在你们大哥呀 没被我逼着 娶了文文 妈 那您之前 误以为文文才是您阿姨的女儿 这才撮合她和大哥结婚 那现在 大哥很晚 现在呀 我决定 取消这个婚约 妈 您不是一直想让您阿姨的女儿 留在路上吗 之前啊 是我一意孤行的想要包办婚姻 现在呀 当然要改正了 更何况呢 你们大哥呀 他也不喜欢 我安排他的婚姻 让他娶婉文 他肯定不乐意 所以呢 我决定啊 让锦川和婉文呢 寻找各自的幸福 我在那些青年才俊里啊 好好地挑选挑选 总能找到适合婉文的 哎 妈 那您不问问大哥和婉文的一个事吗 哎呀 当时 我让锦川和婉文结婚的时候啊 你们都不乐意 现在我要取消这个婚约了 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呀 怎么还不乐意呢 那哪能一样 好吧好吧 那锦川呀 晚了呀 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呀 看他一眼懵懂的样子 恐怕没有恰恰我的想法 我暂时 没有结婚的打算 他都说不愿意了 我可不能死成乱胆 我也不愿意 哎 你们不是二哥 他们是 哎 算了 既然这样啊 你们就忙自己的吧 哎 这两个傻孩子呀 说喜欢对方有那么难吗 大哥 怎么了 哎 你跟婉婉到底怎么想的 连3nd都能看得出来你们之间有问题 哥 你跟我说实了 你对婉婉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是真把他当兄妹之情呢 还是别的 要是因为别的 别搞得别人受伤了 嗯 我的确把妈妈 当个妹妹的样子 原来她照顾我 都是因为把我当妹妹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还是别再提了 免得让大家都为难 但我现在更确定 我更想娶她 以更亲密的方式照顾 你刚刚拒绝订婚的时候 真给我吓死了 我还以为我想多了呢 刚刚不是我拒绝顶婚 是她拒绝 我怎么不能强迫她呀 哎 你看 我刚才才觉得你开窍了 又钻牛角尖了 哎 晚安她又不知道你心里面的想什么 她当然会拒绝啊 用你的心思想想我追她 追 就跟你做生意一样 要有付出才有收获 好了 我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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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 大哥 二哥 三哥 早 晚安啊 干妈正有事找你呢 嗯 干妈 什么事 当然是你的人生大事了 哎 妈 你就不能消停点了 晚安还小 不着急 啊 晚安的婚事 你们俩插什么嘴啊 晚安 你的意思呢 嗯 看来他也希望我尽快结婚 让一切都回到珍贵 我都挺干妈的 啊 你高叔叔的小儿子呀 无学刚回来 你跟他见一面呀 啊 好啊 难道 是我预判失误 他们俩这彼此不容易呢 呃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锦川啊 你顺便送晚了一下啊 不用了干妈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送你 臭小子 这回知道紧张了 哎妈 高江那小子只是个富三代 怎么配得上晚饭呢 这可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大哥 大哥你 你懂我了 我送你去 你这么着急去相亲啊 呃不是 我只是不想迟到 让干妈丢脸 你之前说过要帮我 把你自己搭定 现在回到 要去相亲 我 我不是把你介绍了吗 那你为什么之前对我这么紧张 我只是不想你跳火坑而已嘛 原来是这个 看来你是真的想去相亲 不是在试探 我我我试探你干什么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两个就是兄妹 兄妹 你以为没有我的同意谁 我 我又怎么招惹她了 我胆了 小肚鸡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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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就是高先生的 哎 我是 苏小姐 比照片中的还要漂亮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去个洗手间 虽然是个孤儿人 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长得还算水 今晚有的完了 我 对 陆总 您让我去调查高斯 有结果了 他在圈内风平可不好啊 我 他今年就是强迫了几个富家千金 差点被废了 才把他送出国的 再调查慢一点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吧 没事 喝口水 我刚才点了几个菜 徒员稍后就送到 等一下尝尝喝不喝胃口 不用了 你也太客气了 我现在还有事 我得先离开 我怎么这么远 没事 冰酒队 国外畅销的地方 保证你我都输 你 你 到床是不是在里面 你 吹的 反动我的人 看来你是想要整个高家给你肥皂 你不是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好啊 那明天你们高氏集团在整个金海消失 也是 也是个屋 我好热 好热 你清醒一点 我是陆景川 你清醒一点 你清醒一点 我行方 我就需要你帮帮我 我 你真的要我帮你啊 我吃肉好涼啊 好舒服 要發發 老闆 老闆 醒醒 醒醒 老闆 總之 老闆 您是知道我的 我什麼都沒看見 我嘴最嚴 廢小話 要配好了嗎 陸總 都給人家綁成這樣了 還用解藥嗎 就你犯的 哎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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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怎么放心你啊 感觉怎么样 这是哪儿 你没事 现在知道多少 刚才你可 我不是故意的 你觉得没发生过 苏豪你怎么心这么大 那还不是跟大哥学的 我什么时候教你翻脸不认人了 那晚在新华酒店 你不是照样不认账吗 我说了那天是个意外 是我人生的污点 如果可以选择 我根本不愿发生什么事 刚才发生的事情 也是我人生中的意外 我也不愿意 你要是这样 跟刚才那个高四有什么区别 好了 还好有你大哥在 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秦川 你确定婉婉真的没事了 嗯 没事啊 就插着临门一脚了 看来还得我出手 我决定 带婉婉办正式的收养手续 妈 怎么这么突然 正式收养她 让她以我女儿的名义去相亲 才能杜绝今天这种意外 婉婉你觉得怎么样 大哥觉得呢 谁要你不让我去 我就 你们干着办 我还有蔬菜 先走了 婉婉 咱们也收拾收拾 出发吧 嗯 二哥 出事了 妈要带婉婉去办收养手续 大哥 大哥像个没事人一样 出差了 陆总 国外的会议后天才开始啊 咱们现在就去 您不会是为了躲苏小的 闭嘴 婉婉啊 发什么愣呢 签字吧 哎呀 我不小心把她弄脏了 我今天是不是签不了了 管家 来啦 我呀 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特意呢 打印了一百份收养证明 和几百只替换的笔 保证啊 今天正式收养你 签字吧 喂 我再不回来 你老婆都快变成你妹了 还不快去阻止他们办手续啊 他未必想让我去 大哥 你纵横职场的智商都被狗吃了吗 他如果不在意 何必总吃那个女人的醋 干嘛宁可堵上自己 还要阻止你跟那个女人结婚呢 你再不快一点 就等着跟他做一辈子兄妹吧 宋芝儿 啊 吊头回家 哦 哎呀路总 这怎么全是红灯啊 喂妈 妈你听我说 你去 锦川 我们受伤了 你快来医院啊 宋芝儿 啊 可以叫他们打电话 开启六转通道 赶紧去医院 去医院 好坏啊 好 说吧 大哥 大哥来了 你多大人啊 还不会照顾自己 你非得让别人着急上午问下高兴 我 你来照顾他吧 我去给他拿几件衣服 我 你到底要做梦了什么时候 大哥 大哥 你总是让我贴心掉的 总是给我惹一堆麻烦 就这样的偷偷 鼻子不及的那种人 可是 为什么 我去爱上你 对不起 大哥 我知道 我给你惹了很多麻烦 以后不会了 我一定做一个合格的妹妹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女 现在不会 以后一个 你死心吧 看来 他是真的很厌恶我 大概只有我离开陆家 他想满意吧 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找 啊 其实我想说 监控视频恢复了 走进床 好 有什么好气的 不是你自己选的路吗 啊 啊 你怎么办啊 嗯 没事 有我在 你受什么委屈 尽管说 是不是 是不是陆家人欺负你 不是 这怎么受伤的呀 自己摔的 怎么办 干嘛 你快真的要睡到我当女儿吧 我得想个办法 让荷兰带我走 想不行 我 我走得过今天 我明天还是得牵啊 我要是把自己手摔了 是不是得养警 好 哎呀 可以顶尽豪蒙手摇 这是多好的事啊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我不想做她的妹妹 完了 你 你不会是喜欢上陆家的 哦 是刚才那个人是不 她本来就因为那晚的事情讨厌我 再加上我今天让她没办法出差 她肯定巴不得我赶紧离开路去啊 不是你说什么 她都是那晚的人 你怎么那么傻呀 她这种人不值得喜欢 要不 要不我去找她谈谈啊 哎 不要 是我喜欢的她跟她没关系 我 傻瓜 是她不值得你这么喜欢 好啊 你别难过了 这两天 你先住在我家好不好 啊 嗯 陆总 一收到视频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您放心 视频仅此一份 谁都没看过 等我们查清这女人的身份 立刻给我找到她 把它处理干净 我不希望她成为我 我和她们走 是 你给我看什么呢 哎 不是这个 喂妈 怎么了 妈妈打电话跟我说 暂时不回陆家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马上滚回来 给我解释一下 妈 妈 你怎么了 回陆家 哦好 我 你怎么回事 我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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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脸冲的 开心点呢 刚好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相亲对象 今天组剧 你陪我去呗 没事 我带在家具哈 哎呀 求求了 陪我去嘛 那边 那边我就认识一个朋友 再说了 你作为我的闺蜜 不应该替我爸爸关吗 啊 好吧 大哥啊大哥 你看你商战都是百战百胜 怎么一到感情上 就节节败退啊 好了二哥 大哥毕竟也是第一次对人心动 大哥 其实婉婉去贺兰家待两天也行 你们正好冷静一下 少爷 我们负责保护婉婉小姐的人 刚发来消息 说婉婉小姐和她的朋友 去咱们家的饭店参加聚会了 蘇豪婉 看来你是真的心大 妈妈 这个呢是我朋友 他们呀 是她的朋友 我给你介绍一下 哈 你怎么把她带过来 你没认识 我就是前段时间被合余退婚的你 哎 蘇豪婉 我听说你是出轨被抓才被退婚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哎 我看这小姑娘长得也还行啊 应该会治愈吧 天天能被邀请来的都是有身份的 她一个孤儿家群鬼 凭什么做一块东西 你们说话放宗中你也好吗 老子让你来是看了上你 凭什么对我的朋友这么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你 朋友 我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 要不然 你也配在这儿 啊 好玩吗 你一个被合佳退婚 又被陆家赶出来的赔钱货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教训 是婉婉自己出来的 不是没赶出去的 她随时可以回去 哦 随时回去 你们当陆家是什么地方啊 嗯 一个无法无量的大财团 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行了 就别在这儿废话 赶紧滚出去吧 哎 不是 别跟这种人浪费口声 我们走 不愧是女朋友 有一个算一个的都是你 不过 你们这样羞辱的 就不怕她是真切心吧 到时候 你们能承受的 就陆家怒火吗 哈哈哈 陆家的怒火 他有什么资格 难道 让我们几个 跪下和客奴认错吗 啊 就是 别给脸不要脸啊 哎 你们两个都看看 再说个各位 哪个不是有货有点很大 嘿 这文浩集团们签接 公司市值千亿 来 再看看她 红黑资本的少 看看你 又疼又祸 不好好躲在地下室里面 出来找骂死 今天的气量 都被这个穷光蛋白败了 赶紧滚了 就是 赶紧滚出去 该滚出去的 是你们 该滚出去的 是你们 是不是陆氏集团的陆总 嘿嘿嘿 陆总 你怎么来了 你是 我 赵如极的儿子 我跟我的爹 之前跟你快吃过饭 哎 你还记得吧 哎 陆总啊 我是那个文浩集团的 我 我是 红黑资本的 哎 好 怪不得这么嚣张马虎 都是大警察 哎 陆总您说笑的 由您陆家在 我们哪敢撑资本呀 是啊是啊是啊 是 陆总您今天来是 这是我陆氏的棋 我不能来吗 当然的 陆总 这人之前不是被你们陆家赶出来吗 现在又在这冒通千金 哎 我们被你们打磨不平 输了他俩去 你看 这好像恼羞成怒了 嘿嘿嘿嘿 他的确不是陆家千金 啊 我就说嘛 陆家怎么会有这种千金啊 对啊 刚才你都没看到 他那个泼腹样 但是 他是我陆景穿的衛衣服 是 哦 苏小姐 刚才我们在跟你开玩笑呢 你 原谅我们 是啊 苏小姐 我们都是被姚燕给骗了啊 姚燕 是 赵氏集团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公司做采钢省 百分之九十 都是由我陆氏提供额材的 哎 对对对 多亏了陆总 才有我们赵家的今天 嘿嘿嘿 文浩集团 陆氏注资二十亿 占有你们公司百分之七十一的股份 所以说 我是你们文浩集团最大的股份 对对 陆总 洪和资本 哎 听说 你们准备用全部资金 拉低腾龙股价 准备秘密收购 想打个翻身仗啊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陆景川向来有恩报恩 有仇 报仇 报仇 通知下去 切断肇事材料功力 祝肖文浩集团 主资 用这两笔钱 拉伸腾龙的劲儿 我走 走 赫兰 帮帮帮我 我们可一生都是朋友啊 朋友 你也配 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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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什么 陆景川 我什么时候是你未婚妻了 文文那件事之后 你不是说 把自己搭进来了吗 文文那件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再说了 你早就怀疑他 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到家里恶心人 我当时我不确定他跟我什么关系 如果知道我怎么能容忍他 可是 可是什么 两个月前的新华 我确实跟一个女人发生了 但是那件事之后我就失忆了 所以我不确定那个女人是不是她 所以我就先把她留下了 你是说 你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 你对婉婉 处处忍让是因为 你觉得她就是那晚的女人 没错 那件事之后 我一直要送吃的茶 但是 处处遇到阻碍 原来一直以来 都是我误会她了 看来 她还是很介意那晚的事 我说如果啊 如果那天晚上 那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你那里 我跟她绝无可能 那晚发生的事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不可能跟那种女人在一起的 那种女人 你却没想过她是被逼无奈吗 就算是被逼无奈 那晚 早已结束 就算我们有孩子 我也不会让这个孩子 承载了痛苦的事情 我在期待什么呢 难道她会因为那晚的事 去爱上我 走 兰兰 你很在意这件事吗 这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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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昨天的那般画面 她就行了 那个女人的样子 视频 哦 视频 视频 在这 是 全是晚晚 啊 啊 啊 是吗 真的是她 完了 难怪她那么在意那晚的事 难怪她刚才表情那么奇怪 她刚才对她说得好 她小的 她肯定非常在意 陆总 您狄狄无辜说了什么呢 还有谁因为你 又不是因为你 你本事能力太长 未来三年 别想放假了 谁 我 孙小姐 我 我走了这么久 有人在天边记在眼前是吗 这俩人还挺不远 为什么 陆总 不是三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明明知道她是失忆 不是不认诈 她不是渣男 我怎么还是高兴不起来呢 做人不要太贪心 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人家 就要求人家也喜欢你吧 既然她都不记得这一切 那就 让这一切都随风过去吧 大哥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那晚的事 对我来说已经过期了 这话你说我 你忘了 但我无法否认发生的一切 我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 我很想得到她的女孩 但是现在对我来是更重要的事 未来 什么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失败心意 明晚七点 站点餐厅 不见不散 我好困我先睡了 明天见 明天见 她是在约我吗 她是在说和我有未来对吧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晚真的那么重要吗 未来 未来才最准 哎 太后 这么早有什么旨意啊 嗯 你们大哥和婉婉的事啊 总算定下来了 接下来啊 我总算能找自己的女儿了 什么 您的女儿 就是我们的妹妹 当年啊 我和宁秋前后脚踝的孕 刚生下你们妹妹啊 老陆就走了 我 整个陆氏集团啊 乱成了一片 我不得不放下女儿 主持大局 后来惹怒了对家 就把她给弄丢了 难怪 您经常看这张照片发呆 那不是我啊 还是我们亲妹啊 后来多亏了你命阿姨啊 帮我主持大局 局势总算稳定下来了 我几经周折 也没有找到她 后来呢 宁阿姨就把婉婉托付给我 我就一面寻找婉婉 一面找你们的妹妹 那您今天把我们叫过来 是妹妹有下路了吗 不错 下面人说呀 锁定了几个和你们妹妹条件相符的女孩 正要做基因检测呢 我怕这中间呀出什么岔子 所以就想让你们来帮帮忙 哎 放心妈妈 她是我们亲妹妹 我们责入庞带的 妈 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妹妹带回家 好 不过呀 这个锦川和妈妈呀 好容易约会 咱们别告诉她们 别打扰她们了 好好 苏小姐 陆先生让我先带您去座位 有了 这边请 嗯 好 走 好 走 今晚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纠结过去的事 陆小姐 陆先生对您真是一致前景 包下整间餐厅不说 还特意高价请回我们正在度假的首席厨师 只为讨您欢心 她人呢 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那我去门口等她 好 喂 二哥 小妹 你见到大哥了吗 没有 她迟到了 我跟你说你回去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她 小妹 你快回来吧 怎么了你这么紧张 刚才三弟查到 你跟妈的DNA匹配高到99.9% 你可能真是妈的亲女儿 你说什么 我是谁的女儿 我知道了 我们这就好奇了 两个月前在新华 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事 我当时真的很讨厌她 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就是这么奇怪 我曾经对她所有的埋怨 讨厌她最后全部都不见了 别睁开眼 就这么一直睡下去 只要 一切都能回到原点 她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虽然她总是冷冰冰的 我经常会被她气到跳脚 可她就算再生气 别把我保护她 苏小姐 陆总 咱们到家了 我哥睡着了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你让她再睡一会吧 我先回去了 陆总 可能这次又闹了个乌龙也说不定啊 跟上次一样 您跟苏小姐长得一点也不一样 她不可能是您的亲妹妹的 您说呢 此事 我必在尽了 小妹 大哥呢 大哥工作完 在松石来接我了 结果不小心在车上睡着了 说好不好笑 女儿 我的女儿 妈 我回来了 是妈妈不好 现在才找到你 妈 您很好 妈妈 你们两个 妈 您要快点打起精神来 给我找一个好婆家 好 妈妈一定给你找陈青海最优秀的男人 大哥 你累了 先去休息吧 是啊 妈 您一定要给我找一个特别好的婆家 您就别指望我去穿 你带你妹妹去哪儿 我不是我妹妹 大哥 已经做的基金配对了 你别说了 你让开 你要带我去哪儿 其实没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好啊 我们去冰岛吧 听说那儿有激光 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了 下半辈子 我们就去环游世界 最后落脚在芬兰 听说那儿永远都不会天黑 肯定特别有安全感 不过我们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回家了 毕竟 太远了 谢谢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让妈妈失望了 我也不会让她失望呀 这点我们兄妹俩还挺像的 后面就不用再说了 好了 齐醒了就赶紧回家 今天晚上 我去喝蓝淡水 我去喝蓝淡水 我好喝 你还有吃 休息这么多 要不我再去给你买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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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我问你啊 你多久没来生气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好了好了完了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 你发现 不管发生那个多糟 我们都得面对 嗯 嗯 沐沙姐 你已经怀孕了两个月了 要注意你点时 不休息 死后完 你害我生命的 我也要让你长长 失去你心的自慧 怎 怎 怎么样啊 晕简单呢 晕简单不见了 慢检查解我呢 我怀孕了 我怀了他的孩子 妈妈你别哭 我陪你去咱看 咱们不在这鬼地方待了 这破衣 吃钱就丢东西害我失业 前两天又抓我去做什么基因配队 咱们换个地方生活 啊 我们照顾的分身睡觉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你说这好好地一家人 都不回家 这叫什么事 太太太太太太 哎呀什么事啊 哦 有人让我这个给您 说您看了之后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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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太太 来人啊 快来人啊 那情况怎么样 休克了 急需书写 每次血池告急了 臭吻 二哥 直写清楚 不能输 我马上让人发新闻 寻找数学者 一眼人动 我先去过报 好 一眼快 陆氏集团 中间寻求 IH型血 IH型血人员 请到 二零一病房 晚晚马上要人流手术 不能让他发现 我去一趟吧 来呢 八号 当晚请到病房 准备手术 你啊 谢谢 大哥 直系亲属 不能输心 我已经让另外几个人进去了 你是说 他也是我们妹妹 我妈生了个双胞胎 刚才我问了检查部 他们之前 老晚晚和小妹的检查结果 弄错 所以贺兰 才是妈真正的女儿 你是说 我跟航班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不是兄妹 糟了 晚晚还了你的孩子 预约了人流手术 估计现在不开始了 宋晚晚 宋晚晚出来 这些都是误会 但没有血缘关系 晚晚 晚晚出来 陆景春 你怎么收不住 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不是 不是 你误会了 刚才来带姨妈了 医生说 鸡鸡出了点问题 我没有做手术 你 看你怎么样 哎 叔 你就离开嫂子一会儿吧 一会儿我陪她去做餐结 现在没有任何事比网网分禁了 妈 妈 三哥 二哥三哥你快管管他呀 这网网还用了还不到两个月 这都魔症 还不是之前有心理阴影吧 你呀就让让你哥吧 等小网网出生 我就把我另一家网公司送给他 别了吧 你别再把小网网带坏 娃娃 所以小网网出生了 我就教他医术 就把这个医院给他 好好好 你们就这样吧 这等小网网出生 不知道要被你们灌成什么样子 那可是我们家的大宝贝 欢迎订阅周浩陶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